位在桃園市旧城区的新民立体停车场 9月底已经封场 桃園市政府计划启动公办都市更新 新民大楼也因为安全考量将会拆除重建 民众看好都更后可以带动区域发展 新民停车场所在的新民大楼 启用至今约40年 因为消防主机毁损加上设备老旧 在安全的考量下已经封管 由于临近的文昌地下停车场已盖好 市政府决定将新民停车场封场 等待明年启动都更 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新民停车场 那在今年9月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消防安检的部分 那其实是整个的消防发电机有损坏 那整体评估起来要900多万 那我们在旁边在三年前 我们已经盖了文昌停车场了 那考虑到整个的停车场的时程不会那么久 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应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拆除 做在一开始的时候先做一个平面的停车场 民众看好公办都更 结合旧城区进行更新活化 设备翻新后使用更安全 也更有意愿去使用 交通局表示建物不可能在缺乏消防设施的情况下继续开放民众使用 万一发生公安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请有停车需求的驾驶人 多利用对面的文昌地下停车场